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对激光这个名词并不陌生 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会用到激光笔 打印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到激光打印机 复印店里会有激光复印机 医院里医生会用激光进行美容去斑和视力矫正 莫子号通行卫星用激光进行天地之间的信号传输等等 那么激光到底是什么呢 它与普通的光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激光这个名词的由来 激光的英文名称为Laser 也就是R A S E R这五个字母 这五个字母分别来源于下面这个短语的手写字母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如果我们将这个短语直接翻译过来的话 意思就是辐射的受机发射光放大 这个短语精确地表达了激光这种特殊性质的光的产生机率 也就是受机辐射 在激光器刚发明的时候 Laser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和新名词 最初是按照读音并翻译成 莱射 雷射等等 目前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 仍然使用雷射这一名词 1964年的时候 我国著名科学家前学生建议将Laser翻译成激光 以彰显这种新型光源的受机特性 自那以后激光这一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Laser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用来制产生激光的设备或者器件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激光器 激光或者激光器是人类在20世纪 即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 所做出的又以影响深远的重大发明 是20世纪人类四大科技发明之一 激光光源同我们常见的太阳光 蜡烛 白智灯 节能灯 而以低灯的普通光源相比 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我们可以用三好一高 来概括激光不同于普通光源的独特特点 第一 方向性好 任何光源发出的光随着光的传播 光照射面积都会逐渐的变大 光的强度也会逐渐的变弱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光的发散现象 比如说太阳就是像整个四拍立体角内发射光 离太阳越远的地方光强度越弱 水性上的光照就会很强 而冥王性上的光照就会很弱 我们日常照明用的白智灯 节能灯 REV灯等 也有非常明显的发散现象 光源的发散性 使得我们无法在保证光强度 不会出现明显衰减的同时 将其照射到非常远的地方 但是激光光源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状况 激光具有非常好的方向性 其光束发散角 很容易做到千分之几的弧度 通过扩速或者准值 我们可以进一步降低激光的发散角 如果我们将这种几乎是平行的激光 从地面照射到卫星 或者反过来 光束的强度 不会因为发散 而出现明显的下降 第二 单色性好 顾名思义 单色性就是指光源颜色的单一性 更准确的说 单色性应该是指光源的 包含的波长 或者频率成分的单一性 牛顿通过三人镜 发现太阳光当中 包含许多不同颜色的光 那如果从单色性的角度来讲 太阳光的单色性是很差的 一般我们可以用光源的光谱宽度 德塔Nu或者德塔Lamda 同中心频率或者包长的一个比值 来衡量光源的单色性 也就是这个公式 例如 对于 纯色的LED光源来说 它的单色性典型值只有百分之几 而对于激光光源来说 单色性可以做到 10的-11次方的数量级 很显然 激光光源的单色性 是普通光源 难以比拟的 第三相干性 我们知道干涉和眼涉现象 是光作为波动的两个重要特性 通过著名的阳式双缝干涉实验 我们可以观测到光干涉产生的干涉条纹 但是我们发现 如果使用普通光源做上述实验的话 要观测到清晰的 高对比度的干涉条纹 在实验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如果我们改用激光来做同样的实验的话 干涉条纹的观察则容易得多 条纹的对比度也会显著提高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就是激光具有非常好的相干性 而普通光源 它的相干性一般是很差的 第四 亮度高 亮度指什么呢 亮度指光源 在某一个方向上 单位立体角内发射的光功率的大小 它表证了光源 它的发射功率 在方向上的集中性 我们知道由于激光的良好的方向性 它的亮度可以做得非常高 最大可以达到太阳的100亿倍 正是由于激光的高亮度特性 使得激光对于人体或者人眼 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 一般在激光器的出口处 激光实验室 或者有激光器工作的地方 人们都会贴上带有 Danger, Warning,当心激光等字眼的标签 以警告人们不要用肉眼去直视 甚至需要我们带激光防护镜才可以 好,关于激光及其特点的知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Quindd Luiza re梆 作词 不值得